从0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至今 台湾歌手小宇一直因酷似周杰伦的外形而受到外界关注 反而音乐作品一直颇受冷淡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年小宇终于凭借专辑再一次入围台湾争取奖最佳男歌手 让他在7月4日当众高呼此生无憾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有人喜欢我的音乐 然后而且又加上这个额外的超级大的入围的肯定 那到那一天我觉得我就是享受 就是终于拿到门票可以坐在那边 然后看好多好多的厉害的歌手们音乐人们 我觉得就等于是此生无憾了其实 如为乐金曲奖小宇的地位也是三级跳 这部歌坛前辈张美琪就选手小宇一同举办好友拉阔秀演唱会 更在现场亲自上阵为小宇按摩 让他提前享受到歌王待遇 而小宇本人虽然对夺下歌王桂冠不抱希望 江美琪还是在一旁为他加油打气 我应该会坐在电视机前 然后帮小宇跟我的好朋友Jolin加油 不过这次小宇的对手不仅有方大同林佑加肖静腾 这几位新生代天王 更有与自己正眼的周董周杰伦 这让小宇压力山大的同时也探言对周董 并没有尴尬只有感激 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其实 因为杰伦哥是一个在音乐上坚持十几年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勇气 那这个是很值得佩服的 那当然他从2000年就整个推翻了华语市场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一个成就 我觉得我还有需要很大段的时间去累积 那在这之前我觉得可以用 比如说长相被大家所知道认识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 那反而我还要谢杰伦哥 对啊